核武战事进行到第13天的时间线 目前的情势到底如何 我们在下午4点钟的三零专门新闻 我们带您快速扫描 首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提议在乌俄双方达成协议之前 将要从当地时间8号的上午9点开始 再建立一条新的人道主义走廊 这条走廊将会允许包括基辅 切尔尼哥夫 苏美 卡尔科夫以及马利波 这五个大城的平民尽速撤离 而另外在澳洲的部分 他们的外交部长佩根稍早宣布 要祭出新一轮的制裁 而且要跟盟国一起合作 把俄罗斯直接赶出全球机极以及供应链 让参与策划发动战争的人 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不过谈到多国抵制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资料显示 俄国目前已经收到了5532项的制裁 而这个数字也让他们正式赢过伊朗 还有叙利亚 成为现在全球被制裁最严重的第一名 不过就因为这波的制裁声浪 现在涌进战事之中协助 乌克兰的部队是越来越多 乌克兰的陆军他们就宣布了 第一批的佣兵团是已经抵达了 首都基辅郊区的阵地 而且他们还贴出了合照 这一批佣兵团或者称外籍志愿军 前前后后一共一万六千多人 他们的成员来自美国 英国 瑞典 立陶宛 墨西哥 甚至连印度都一起投入战斗 不过你提到这么多的国家的佣兵都加入 马上可能会让外界有个联想 就是有没有可能从区域战争 演变成世界大战 因为现在就连美国的官员也透露 俄罗斯方面现在积极地招募士兵当中 他们看准的是叙利亚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叙利亚人他们擅长打城市的巷战 所以他们现在还开出了 大约八千块钱台币的酬劳 希望叙利亚的士兵能够帮忙拿下基辅 另外在乌克兰基辅车站 同样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陆续抵达 目前就有来自52个国家 多达2万的外国志愿兵响应号召 而且大多来自欧洲国家 各国志愿者信心满满 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 目前仍无法确定多少士兵确定加入 但当地也有武装分子陆续抵达 准备听从俄军指挥 甚至有美国官员表示 俄罗斯不惜砸重金 也要拿下首都基辅 普丁心意已决 再看看7号登场的第三轮谈判 双方依旧没有在停转嫌疑取得进展 当然在战火之下 居民都传出了伤亡 但是现在更传出 有一个乌克兰的知名演员 他今年33岁 名叫帕夏里 在前天恶军炮起一座桥的时候 不幸身亡 事实上帕夏里 他最后一次 在他自己个人的IG上面发文 还曾经秀出自己投入军队 身穿迷彩服的照片 而且他的文案还写到说 我们再微笑 因为我们会成功等等的字句 不过终究炮火无情 他也成为了这场战役当中 第一个为国捐取的艺人 不过针对这些死伤 乌克兰的官方 现在已经大肆的抨击 因为俄国现在似乎有意识 直接攻击平民 就在最离基辅 大概160公里的 切尔尼戈夫这个地区 被人发现 俄军所投下的炸弹 你现在看到的 有好几颗重达 500公斤的卫爆弹 是直接砸进了民宅当中 这个事情 让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说 这颗炸弹虽然没有爆炸 可是其他颗都爆炸了 而且这爆炸的瞬间 也屠杀了许多无辜的民众 外交部长甚至还表示说 这种武器其实通常 是用来攻击像是军事设施 或者是强化过的建筑 但是恶军却拿这样子的一个武器 去对付一般的老百姓 因此他现在也批评 这个手法实在太过野蛮 不过同样的行动 看在俄国人的眼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普丁的内心 现在甚至还传出 有单位不惜让癌症病童 他们排成一个 Z字型的符号 来声援恶军 懵懂无知的孩子 被要求在雪地里 排出大大的Z字 更让人含心的是 这些孩童 竟是俄罗斯克山市 癌症临终关怀慈善机构的病童 生着病痛难耐的身体 被大人当成 声援俄罗斯军人的样板 为了降低国内反战声浪 普丁铺垫盖地大内宣 就是为了彻底洗脑俄国民众 尤其是军队 就被乌克兰逮捕的 俄军指挥官表示 出发前所有人都被告知 自己是正义之师 要解放乌克兰 没想到到了战场 才发现一切 全是普丁编造的谎言 乌克兰人根本不欢迎他们 就好捐一千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2.8亿 帮助乌克兰 除了捐款援助 爱尔兰这名卡车司机 手段更激烈 竟然直接开卡车 冲装俄罗斯驱管大门 身材随即下车 发发乌克兰妇女儿童 遇难的传单 只不过抗议手段太激烈 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 美国的抗议者则相对冷静得多 故意在华府俄罗斯使馆前 树立泽伦斯基总统之路 向乌克兰总统致敬 国际海客组织匿名者更发动网工 还进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播放乌克兰战争画面 希望让更多俄罗斯民众 知道战争的真相 挺身反抗普丁的暴击 三零新闻 为人军报道 不过算到今天 战事爆发已经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件事情或许跟俄罗斯 他们本来是往闪电 拿下基辅的愿望是背倒而取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现在的士兵 还在基辅的外围被强力的反抗 反抗到他们原本已经安排好了 超过64公里的车队 在当地是足足塞了六天之久 而且他们还不断受到 乌国的军民偷袭以及攻击 导致车队本身的弹药补给 几乎要耗尽他们的士气 现在可谓相当的低落 这样子的场面 让英国的军事专家说 车队的惨况就像是 自走式的战子 不过另一方面 当乌克兰以为人道走廊 可以通行的时候 这却传出了 说你这人道走廊 不是通往俄罗斯 就通往白俄罗斯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指称说 路线上面蛮有地雷 这件事情 让乌克兰当局怒斥俄罗斯 不道德 医院内涌入被炸伤的患者 俄乌战火持续 俄军瞄准平民区 狂轰猛炸导弹四处飞 家园变成废墟碎片 车辆被击中 农田也有落弹 而停尸间已经堆了 将近50具遗体 其中20具都是 俄军轰炸港口食丧命 我自己是乌克兰 你支持布兹 他成为真正的乌克兰 我的家庭现在 躲在你身上的乌克兰 军方在入城要道设下一道道水泥路障 俄罗斯想拿下南部重镇 尼古拉耶夫没想象中容易 但加倍以为平地的难民 只能逃亡 在俄罗斯提供从乌克兰 基辅马利波哈尔科夫苏美 所开设的六条人道主义走廊 不是偷往白 俄罗斯就是俄罗斯 根本是让民众洋入虎口 这是不认识的选择 建设的社会社会 不过还是有幸运的民众 还有办法规划怎么讨生 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 显示的是在哈尔科夫 这个大城的火车站 这是当英国政府他们宣布 要跟乌克兰难民 发放大约50个签证的时候 在哈尔科夫车站 所涌入了大量的逃难人群 他们都试图搭上火车 想要远离战区 有人形容这一幕 仿佛是重演二战时期的 一个群体逃难潮 不过除了离开家园 还有人选择留下 而且用自己熟悉的方式 来支援自己的同袍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一位老奶奶 她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军事协助 但是她每天在家 自己手做面包 考好之后 再想办法请人分批 送给助手在当地的乌克兰军队 她希望能够透过这些面包 替前线的士兵打起加油 当然保家卫国 没有办法少得了 她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她现在几乎成为了 乌克兰的精神象征 其实这13天来 大家都在猜她人到底在哪里 而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丁 扬言要取她手机 这位总统如今 她公开了自己的活动地点 她甚至还抢普丁说 自己绝对不会逃走 透过手机 录下窗外机服半夜的景象 面对俄军不断扬言 要拿下她的手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不是躲在地下碉堡 而是选择开战以来 首次现身位在基辅的 总统办公室 直接呛普丁 自己不会弃人民于不顾 眼孔虽然面露憔悴 却仁振振有词 精神喊话 当然能让乌军 士气大政的 不只有强人总统 将餐点一一装入碗中 来自世界中央厨房的志工 前往乌克兰靠波兰边境 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向好几万名难民发送热食 西班牙米其林二星主厨 也亲自坐镇厨房 透过料理 带给乌克兰民众心理抚慰 表达对俄军入侵的强烈抗议 同样抚慰人心的 还来自一位乌克兰小女孩 熟悉的冰雪奇缘主题曲 在简陋的防空洞中不断环绕 小女孩阿米利亚 在妈妈的鼓励下 在战火中首次发表个人演唱 歌声温暖人心 乌尔大战持续13天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乌军之所以能持续抗战 除了有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勇敢迎敌的大将之风 更有许多无名英雄在背后默默给予支持 三里新闻线条报导 不过现在欧洲各国还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对于核电厂的攻势 其中包括曾经爆发过核灾的车诺比 这个地方在被俄罗斯的军队攻占过后 现在100多名的工人已经受困在这边超过了12天 而根据BBC的报导 说里头的状况其实相当之困难 包含粮食包含药品 在里面的储存量都相当的有限 因此现在工人们每天都规划自己只能吃一餐 不过现在外界也很担心里头的压力 可能会影响他们履行职责的能力 此外乌克兰被包夹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也有一座核能研究的设施 是遭到炮火的袭击 不过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 这座设施的辐射物质储存量是相当的低 因此目前通报的状况来看 这个损害不会引发任何的辐射外星 除了核电厂之外 还有多地的战况赶快带你来看一下 包括在赫尔松 现在是传出了乌克兰的军队 摧毁了俄罗斯的直冲机 而另外在哈尔科夫 更是直接击落了俄军的战机 至于在黑海上也传出 击沉俄罗斯的军舰 普丁在这场战事之下 迟迟不愿意停火 这件事情让这段期间 不止一次透过热线 跟普丁搓上了马克宏 可谓是里里碰软钉子 而且马克宏先前还很悲观地表示说 普丁现在已经决心要控制 整个乌克兰 因此他认为最糟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而你从这张照片当中 可以发现马克宏他眉头伸索 而且几乎透露出自己 已经心里憔悴的一个表情 他似乎也在高度担心 如果接下来继续打 恐怕整个欧洲都很难躲过这场浩劫 不过俄罗斯到底为什么坚持不退 现在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就对外表示了 说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最主要的 是要阻止乌克兰领土内 可能要发生的任何战争 不过这样子的言论 是让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 Price是大为光火 而且他还发推特说 拉夫罗夫的言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而且他还在文末标注了 提醒俄罗斯不要再说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目前俄国跟西方国家 这个立场可谓南辕北辙 但当中关键的原因 可能跟媒体的言论掌控有关系 普丁现在传出火速关了 这个境内的两间新闻媒体 因此也引发了寒浅效应 现在有独立媒体担心会有牢狱之灾 他们自我审查主动关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制裁踏伐 但俄国政府持续大内宣 洗脑俄罗斯人是出于善意 出兵是解放与解救乌克兰人 部分俄罗斯人选择为反战发生 对自己国家领受冷血开战任无可忍 不过官宣洗脑术仍旧持续大放松 俄罗斯普丁政府将出兵决定和理化粉饰太平 就怕媒体播放战场画面洗脑梦碎 一周内闪电关掉两家媒体 引发寒蝉效应 独立媒体就怕面对牢狱之灾 干脆自动停播 集权统治下的言论审核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更是风声和力 三一选注入军林凯军 俄罗斯报道 好 不过现在整个行动 美国重量级的议员加码要提出一个 禁止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的跨党派立法纲要 而且他们宣布已经达成了一个架构协议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拉高整个对普丁经济施压的压力 美国的众议院现在最可能是在这个礼拜三 也就是今天来表决这一项提案 但是俄罗斯方面说 对于俄罗斯石油下禁令 这件事情恐怕会对全球的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原油价格如果飙升的话 这个程度恐怕难以预料 不过一开始我们有跟你提到 俄国其实目前已经受到了5532项的制裁 因此现在已经是全球被制裁最严重的第一名 而根据摩登斯坦利在3月7号的估算 如果说俄国持续对乌克兰扩大开战 那么自己的经济很有可能会在4月15号以前 就先崩溃坠股 而且还会因为主权违约而走入 国家破产的一个孤立情况 届时可能就会引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不过俄乌现在战火还是持续上演 而且还一路烧到了时尚圈 有不少的国际大牌 纷纷开始跟俄罗斯切割 甚至直接退出俄国市场 另外欧洲时装品牌巴黎世家 同样在秋冬发表秀上 以蓝黄色系服装压轴登场 宾客位置上也摆放乌克兰国旗T恤 要向战火下的民众表达致敬 更写下诗文表达支持 希望各界能听见她的声音 而超模GG Hadi除了在IG上发出长文 支援乌克兰 更要将自己的时装秀薪水捐出去 时装圈罕见打破沉默 用行动表达力挺 不过俄罗斯民众可能就笑不出来 各大品牌纷纷切割 甚至退出俄国市场 数量直到现在还在增加 一场俄乌战争不只在时尚圈 闹得沸沸扬扬 更带动一波品牌逃亡大战 赞利新闻 车桥报道